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网发表两岸快评 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才是中国与世界人民之福 蔡英文任内全台大停电五次 新生儿减少4万6千多人 马英九批 民进党最会自我感觉良好 日本不认高端疫苗 施打该疫苗的台湾民众 赴日需至少发新台币3500元做自费检测 大陆增台大熊猫团团疑似癫痫发作 经诊断为脑部病变 台北市长及上千网友留言送祝福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当地时间9月24号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并发表演讲 全面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请看详细报道 王毅强调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 全体中华儿女追求祖国统一的努力从未停止 王毅说 70多年前 开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 包括台湾 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这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51年前 正是在这座庄严的大厅里 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将台湾当局代表从其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美国等少数国家为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 而提出的所谓双重代表全体案成为废纸一章 联大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 法律上和程序上 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 全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权问题 也彻底封堵了任何人 任何国家 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任何空间 王毅强调 一个中国原则也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181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均承认和接受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国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 不仅是在维护自身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也是在真正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维护不干涉内政这一发展中国家安身立命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王毅说 我们愿继续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而为达成这一目的 就必须以最坚定决心打击台独分裂活动 以最有力举措排除外部势力干涉 只有依法坚决制止分裂 两岸和平统一才有现实基础 只有国家实现完全统一 台海才能真正迎来持久和平 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 都必将遭到中国人民一致反对 任何试图阻挡中国统一大业的行径 都必将被历史车轮碾碎 本网今天发表两岸快评文章指出 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清晰 法理事实清楚 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 海峡两岸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 近代以来 从开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 到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 已从政治上 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 包括台湾在内 全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权问题 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没有任何空间 如今 一个中国原则也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全世界有包括美国在内的181个国家 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福 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之福 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 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 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 注入更多正能量 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来关注岛内新闻 据台媒报道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25号表示 民进党常常夸口 称在他们执政下的台湾经济是20年来最好 马英九批评称 民进党最会自我感觉良好 蔡英文任内 全台已经大停电5次 新生儿也减少4万6千多人 请看详细报道 马英九表示 民进党执政六年来倒行逆施 推动政策急躁 导致民怨不断 马英九不满民进党常号称 现在台湾经济是20年来最好 他批评民进党不思反省 根本是最会自我感觉良好 他举例称 蔡英文任内全台已经大停电5次 创造非常难堪的记录 马英九也批评民进党 对台湾当前的少子化问题束手无策 马英九表示 从李登辉到陈水扁 再到蔡英文任内 台湾新生儿都在减少 蔡英文上台6年来 已减少4万6千多人 反观只有他任内 台湾新生儿增加1万多人 马英九表示 他曾请教人口专家 蔡英文执政后 人口政策更多 为什么出生率比他任期内低 专家认为 主要原因是马英九任内 没有人会担心 两岸关系紧张 而在蔡英文任内 老百姓因担心 两岸发生冲突而不愿生育 因此要将两岸关系搞好 台湾人口才会增加 日本近日宣布 将开放外国观光客自由行 但入境认证疫苗 未包含台湾产高端疫苗 施打高端疫苗的台湾民众 入境日本仍需自费 3500到4500元新台币 做PCR核酸检测 引发民众对台湾疫苗政策的批评 请看详细报道 据台媒报道 日本宣布10月11号起 开放入境自由行 但台湾自产的高端疫苗 不在日本认证疫苗之列 台湾民众若不符合 日本疫苗出境标准 需在出境前72小时 持有PCR阴性证明 而目前台湾做PCR 至少要花新台币3500元 若旗舰费用则需4500元 对此台湾流行疫情 指挥中心指挥官王毕胜承认 由于日本未将高端疫苗 列入核准范围 目前打高端的台民众 若要入境日本 确实会有自费的问题 事实上 一年前高端疫苗 也未列入美方认可的 疫苗品牌名单 多个国家不承认高端疫苗 而岛内目前已有98.5万人 施打了高端疫苗 台湾联合报发文指出 台湾疫情指挥官 一位政治操作 未能顶于专业选择疫苗 导致相信他的民众出境受阻 或者还要再花几千元 自费检测才可出境 陈时中一句抱歉的话也没有 话术依然是努力中持续争取 文章质问民进党当局 到底努力了什么 争取到了什么 日前 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 疑似癫痫发作 口吐白沫引发广泛关注 9月23号 台北市动物团表示 18岁的团团经检查 显示脑部有局部液化坏死病变 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上前岛内网友留言 期盼团团身体状况能够尽快好转 请看详细报道 日前 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 出现三分钟疑似癫痫症状 后接受动物医院脑部检查 结果显示 其左大脑半球 有局部液化坏死病变 右大脑半球 也有类似病变 9月23号 台北市动物团表示 若比照人类年龄 18岁的团团 目前约56岁了 身体状况还算稳定 先投喂抗癫痫药物治疗 等后续检查结果出来 再决定进一步治疗方案 台北市动物团 大熊猫保育团队表示 一直以来 保育团队和四川省大熊猫基地 保持着专业沟通 在用药 病程 数据分析等方面密切交流 但因大熊猫使稀有动物 积累的数据量较少 对于团团的病情 后续不排除 邀请大陆专家来台会诊 台北市长柯文哲23号 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团团圆圆自来到台湾后 其黑白分明 呆萌可爱的温暖形象 就治愈了很多人的心 她祝团团早日康复 并表示 台北市动物园医疗团队 一定会尽力 给团团最好的治疗 此外 岛内上千网友 在社交媒体平台留言 感谢团团圆圆十几年的陪伴 期盼团团身体状况 能够尽快好转 以上就是今天 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 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 再见